一头巨大的棕熊突然出现在居民区 它嘴巴里还叼着一个带血的包裹 里面隐隐传出婴儿的哭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些野生动物的行为真的很难让人理解 当你认为这些捕食者会把你撕成碎片的时候 结果这些动物的意图往往跟你想得完全不同 一位护灵员和他的儿女住在一起 有一天老人去森林里采摘蓝莓 准备做成果浆给小孙子吃 老人非常熟悉这片林区 由于外围的蓝莓很少 所以他决定去森林深处看看 果不其然 深处生长着更大的蓝莓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 自己逐渐来到一个洞口 突然一声愤怒的咆哮正响在一旁 那是一头成年俊雄 他似乎觉得老人正在入侵他的领地 好在经验丰富的老人进入林区时是带着枪的 他朝空中开了一枪 俊雄听到枪响 吓得后退了几步 但出于某种原因 即便老人拥有威胁他生命的能力 他也没有离开 护林员立刻发现 在洞口不远处 有两只小熊掉进了陷阱 无法脱身 这头棕色巨熊只是在守着小熊 走进才发现巨熊也身受重伤 血流了满地 看起来也是命不久矣 老人二话不说 从随身携带的背包中拿出工具 棕色巨熊也没有发起攻击 而是坐在不远处 看着老人的解救操作 几分钟后 老人打开了陷阱 将虚弱的小熊们放到一旁 便匆匆离开 没走出多远 老人听到身后传来沙沙声 环顾四周 他发现那只棕熊 正趴在不远处的树后 他拖着自己受着重伤的身体 来追赶老人 以一种相当奇怪的表情 看着老人 此时的他不是野生动物 而是一个感恩的母亲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报答老人 救了他的孩子 但是也许是爬行 让他的伤口更加严重 这头巨熊最终还是闭上了眼睛 老人担心 巨大的血腥气 会引来其他不识者 并且母亲死了 他的两只小熊仔怎么办 老人折返回森林 找到了这两只 被藏在树枝下的小熊 带回了家 老人不仅在家里 给小熊喂奶 还教他们如何捕猎 在小熊一岁后 老人把熊仔们送回了森林 一年后 老人悠闲地坐在家中 等待女儿和女婿的到来 因为女儿即将生下她的小外孙 所以这次前来 已是看望老人 二是准备取走 以前小孙子用的婴儿床 可是距离约定的时间 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二人也没有到来 老人正担心时 邻居突然跑进屋里 焦急地说 有一只嘴巴流血的熊 正在村里走来走去 嘴里似乎还叼着什么东西 老人为言拿起武器 迅速跟上邻居 此时居民区的男人们 已经聚集在一起 他们朝空中开枪 试图吓跑野兽 但那头熊却不肯离去 当看到老人到来的瞬间 这只野兽低下头 在地上放下了一个红色的包裹 然后默默后退 躲到一棵树的后面 看着它的动作和表情 老人认出 这就是自己养的小熊 老人略微放下警惕 走进包裹 发现是一件带洗的衣服 他似乎见女儿穿过这样的衣服 里面还传出几声阴影 打开后 老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竟然是一个小婴儿 小熊看到老人走向他 便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村子 老人跟着小熊 来到一座很久 没有人使用过的废弃桥梁 仔细打量着断裂的木桥 老人透过桥面的空洞 看到自己的女儿 正趴在下方的石头上 身下似乎还压着他的女婿 老人急忙叫来救护和医疗人员 将二人救了上来 经过抢救成功活了下来 后来从女儿那里了解到 他们的车出现了故障 为了早点到老人家 二人试图穿过废弃的桥梁超近道 不幸的是 桥上的木板 没能承受住他们的重量 老公为了护住自己身体 直接摔到石头上 可怕的是女儿受到惊吓 竟在此时分娩了 滥肠的痛苦迎来的是一阵婴儿的哭叫 在阴压前 他似乎看到一头棕熊 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老人无比庆幸 自己救下了这两头小熊 否则可能会失去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人 温暖还在延续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吧